5月8日,福建医科大学抗议英雄手摩采集仪式在福建医科大学体育馆举行,以此铭记抗议时光。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,福建医科大学几所附属医院先后派出385名医护人员赴湖北抗议一线职员, 而后又派出3名医护人员作为抗议医疗专家赴菲律宾。 人群中,记者见到了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的医生高磊,作为一名90后的医务工作者。 2月12日傍晚,高磊所在的医院发布驰援湖北的号召后,他第一时间报名,此后高磊在武汉坚守了48天。 我们这一次这个出尊的话,确实学下来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肯定,然后的话对于我来说的话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纪念价值, 可能在我的人生当中也就经历这一次。 那么以后的,今后的每一年回想起这一次经历的话,我想我可以很骄傲地跟我的这个侄女,我的孩子们去讲。 手磨采集仪式上,医护人员们在印尼上郑重地按下了手印。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护士陈彦卢是福建省第11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的队员。 回想起那段时光,他依旧有些感触。 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义,将会成为我这一个以后的一个更好的成为一个护士的一个动力。 生病的时候他们是比较无助的,那我们需要更多的同情心啊,耐心啊,来照顾他们,关心他们。 仪式后,与会的医护人员纷纷与自己的手磨纪念品合影留恋。 记者了解到,福建医科大学387名医护人员的手磨纪念品将分批采集,统一运送到该校校使馆收藏。 我们的学弟学妹们大部分其实也都有在我们医院去轮转实习啊,见习啊,所以大部分都会经历过我们的科室。 那么以后的话,我们会经常的跟他们交流说,作为一个服役人,作为一个新世代的青年的话,一定要这个不惧风雨,勇挑重大。 为了要铭记在整个抗议过程当中,这些白衣战士他们的英雄的事迹,并且把他们的这种精神啊,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,作为高等医学院校,我们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培养人才。 尤其在这个塑造培育医学人才的过程当中,把在这个抗议过程当中,他们的前辈,他们的师姐,他们的学长,他们的老师,表现出来的这种大无畏的蛇小家为大家的这种精神传递给下一代。